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老公 老公 這邊都在做大減價 我想再買幾件衣服 老婆 老婆 你竟然貌藥天鮮 穿什麼都這麼漂亮 不用再買了 不如交多些月費給myradio 支持客人更好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天天天爛 主持 神舟午子 張文龍 曾偉烈 鄭重文 劉永生 傅許華 各位好 又回來了 說這麼快又一個月了 一個月 有多快 有到我們月尾的星期一 這集天天爛 就是我們五條神舟午子 禮行公善 我們就月尾 說一下月頭的事 就六十八個九 月費 月費六十八個九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你支持myradio的 記得先入了錢 不要說口講無憑 入數字為實 四凱哥就有些Jaxo 大家可能上一集都有提過 有兩本書 一個叫做百年達的香港… 看不見 本土的女作家寫的新詩 連續給兩個月的六十八個九 就送一本 如果想拿齊兩本 就送四個月 如果想要哪本 給了兩個月的 連續兩個月的 就給一張入數字 謝功看看 或者你想選哪本 都可以發聲 這本有兩本 一本叫《中女情懷總事師》 一個《輸情的抗爭》 OK的 我經常看《少女情懷總事》 有一張很有趣的 就是《輸情的抗爭》這本 有附上一張Postcard 大家認不認得這裡是哪裏 你們認不認得到 在這裡 看不到 在越南嗎 應該是九龍城 那什麼地方 九龍城 白貨 有一個屌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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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白貨 我相信 有這麼多年紀的人 經常去九龍城 就知道這棟樓是哪裏 國際白貨 對 以前是綠綠的 白色綠綠的 那邊到 去九龍城賓鼠 九龍城 我都不懂得說 街名 去九龍城嗎 經常都看到 那間專賣的出口衣服 叫《七記》附近 七記 對 給兩本大家支持 即交兩個月月費 一本 年交四個月月費 就有 兩本立法回家 我自己看過 我自己拿回去看過 這兩本書其實挺好看 哦 龍少家遲過 原來 其他書你可能會去思考 看很多文字 但新詩 還有書情的抗爭 很講回香港的 大家可能有同感的內容 有共鳴的 有共鳴的 但《中女情懷》是說什麼 《中女情懷》是說什麼 《中女情懷》是說什麼 應該適合中女看 也不是適合中女看 其實裡面有很多 這裡有一首是 一首歌的 改編的歌詞 可以看一下 其實都挺有趣的 這本書挺有趣 還有一些文字是淺白的 是不是否認識中女的心態 也不是完全的 其實都是少女心態 是少女心態 適合你啊 適合你 我要否釋一下中女 我要否釋一下中女 Linda姐 就是她自己的中女 自己是自嘲自己 但看上去的 她裡面的樂譜 女人是一個最難了解的新聞 對 她也可以描述自己出來的 電話關 裡面她只是說 你縱然多了解也好 她都會說你不了解 她裡面表達的 其實是像一個少女 不是完全是中女 我覺得 女生適合看 男生可以了解女生 都更加要看 正所謂 剛才你說的 你怎麼都看不明白 是吧 中人生 你怎麼了解她 都是你 你都不了解她 阿倪你就要進修一下 我想我要 那句 現在的物價 兩個月月費又換了一本書 差不多抵到難了 是嗎 其實不是說換的 其實是支持的 支持一下 我們再剩一本書 我們本土的作家 現在做作家 所謂以前叫爬格子 其實很可憐 以前一字值千金 現在一字值不到幾元 幾元 隨時出本書 自己都要虧本 十幾萬元 可能只有那幾元買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 還要排排較短 是 還要給我 文化的東西 我們不要用錢去衡量 有時候用一個 不過文章有價 我們看的時候 所以更加要支持 一些我們的作家 尤其是我們本土 本土 支持我們本土的作家 對的 好 文章是否有件事要報告 有件事 當然去到我們禮牌 喬慕報告 這個月 由10月30日到31日 就有個台灣高等教育展 就在荃灣余芯廣場 海景酒店的會議中心那裡舉行 台灣超過92間高等學院會參加 如果大家去台灣升學是有興趣的 或者已經是想著的 先去看看 接觸一下 因為很多學長 他們那些學校的人 會來解解一下自己的學校是怎樣的 我們也有兄弟在那裡做展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直接去那裡看看 不用說那麼多 即是家長 來的子女 都差不多到了這個升大學的年紀 都可以 籌備一下 合府統請的全家一起 我覺得如果有朋友說去台灣升學的問題 我覺得有給一點點意見 即是說 其實一個小孩 可能在你一生的眷顧之下 其實都可能很少離開父母 基本上現在很多年輕人 根本就沒有自己獨立的能力 他去台灣讀書 留學的 雖然留學美國的價錢又不同 留學英國又不同 澳洲又不同 台灣屬於最經濟的地方 對 真的離開了一個家 真的離開了一個家 可以學習獨立 即是獨立能力 即是不用錢可以買得到 他去到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個獨立 同樣地就是說 其實讀完回來 都是一個大學生 即是如果在香港 你升讀不到大學的話 可能讀Ivy那些 或者副學士那些 然後其實那筆錢都差不多 對 那筆錢都差不多 你與其拿那筆錢來讀 那些什麼副學士 可能賺成十幾二十萬 那你不如去台灣讀一個 真真正正的 課真價實的學士學位回來 對吧 即是都是說 香港讀一年的大學的價錢 在台灣讀四年 畢業都可以 是啊 對 因為你 譬如說現在 說香港公立大學 一年四萬二千一左右 四年 十六個 但你四年就十六萬 但你台灣是 四萬台幣一年 即是國立大學 四萬多一年 即是這麼說 其實過去 一來價錢 就是學費那方面便宜 而且聽說 其實很容易得到獎學金 掌學金 台灣是很多明目的那些獎學金 甚至乎 譬如說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 都會有獎學金 那其實就可以更加 然後又不限 即是那些學校 尤其是 會透過你 喬外新的部門 告訴你 有多少獎學金可以拿 又不限你拿多少個 唯一 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缺點 唯一一個缺點 那次我們青元團過去的時候 阿俊仔提出過 就說香港可以拿到學生的借貸 但是過到台灣就拿不到 這個可能是 變成家長的負擔這方面 可能會比較長 但你四分之一 我開個四 但大學費相對來說便宜些 所以如果能夠應付到 但問題是 你借洞要還的 是 是 你穎金不用還 那也是 當學金是你本事才拿到 你 要看到自己 那個學生的表現才做 昨天剛巧在海華看到一個 教育部有獎學金 是十幾萬台幣 差不多讀到你畢業了 差不多畢業了 資助少少讀碩士 差不多 還有我想提一提 有些人經常說 台灣讀完書回來 香港不承認的學位 其實這個是永遠不假的 是假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可能跟以前 英國老時代的時候 可能三十多年前那個年代 那時候不是不承認 那個私人機構是承認的 只不過政府公務員那方面 政府公務員那方面 清華還是成功 成功 成功 即是現在基本上 全部都是承認的 大部份都來 你仍然公務員 是要去那個學歷局 做一個平衡 不過其實你學士學位 你基本上全世界拿回來 基本上都是等同香港的學位 起碼你要上去 譬如說去美國 再讀再進修 這個學位是完全承認的 美國也會承認的 尤其是台灣的學士學位 在美國來講 即中華民國教育部 認可的學士學位 在美國 很早期已經很廣泛認可 還有其實某一些科目 其實香港人現在很吸引的 香港人的科目 例如獸醫 獸醫、農林這些 幾十年強項 即是台灣牙醫、獸醫 最好 醫科、牙醫、獸醫、三醫 農林武系都好像很掌握 很搶手 我也聽過有一個 不知東中的陸田園還是哪個 有一個負責人 他都是在台灣讀書法 真的讀農務系 不是完全沒有發展 讀這些學 很發展 尤其是廣東洋社會 也沒有發展 我覺得如果各位聽眾 可以叫親朋戚友 就算你沒有這樣的打算 可以去這個聲學講座 先讓他了解更多 那就是不要 常常都是問號 很多問號 在腦裡 不知道 然後亂按去鼓 不如做人的事 不要靠鼓了 不如去一去聲學講座 給多一個選擇 給多一個機會自己 好 那我們繼續下去 講完這個聲學的時候 我們簡單介紹這個聲學之後 我們講講台灣光復節 對 台灣光復節 今天 今天10月26日 昨天10月25日 今天好像也有個特別日子 今天什麼特別日子 今天是八百壯士 不要提那個 就是台灣光復節 昨天馬總統也好像有出席一個活動 我們報告給大家知道 還有我感覺到 就好像今年的氣氛都幾熱烈下 可能是70年 但是以70年來講 我覺得他做得不夠氣氛了 對 因為沒有這麼發生的事 台灣就太大那個 就是外省和內省 台灣人和本省人的問題 有些人甚至在南部 有些粉彈 是覺得有差事嗎 是台南市政府 昨天那個不知什麼官 簡直說什麼是國民黨外來政權 是的 我在網上也有人跟我說 另一個淪陷 怎樣怎樣怎樣 說台灣光復 日本打輸之後 為什麼不徵詢台灣人的意見 徵詢台灣人的意見 才給回中華民國呢 我想問一下 日本人馬關條約 1895年的時候 收你的時候 有沒有問過你台灣人願不願意 不是 你這件事是不對的 說完這件事 還有我很想借這個機會 告訴很多人 一件事 有些人經常說 現在台灣人很有禮貌 台灣人有禮貌 我們知道 台灣人普遍來說 在華人社會來說 很有禮貌 台灣很有禮貌 是日本人 日本人統治了 50年的功勞 我就可以告訴你們 日本人 這是錯的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 這50年裡面 其實台灣人 是沒有資格去受一些 叫做比較中等的教育 不是高等 中等都沒有 中等教育都很難升 可能很難會讀 如果不是 就不會有台中那些富商 去開辦一個台中中學 台中中學那麼出名 是因為當時很多有錢的人去開 另外一件事 有些人說 因為和文化政策 將它改造成日本人 所以有禮貌 所以他們有禮貌 我告訴你 黃文化什麼時候開始呢 黃文化是1937年的 光復什麼時候呢 1945年的 總共有幾年呢 八年時間而已 扣中間的月份 頂路就是六七年 六七年時間 之前還要是不讓你受中等教育 然後用六七年時間 那些人就會改變到 沒有六七年了 你想想你三七年就開始打 我覺得算了六七年 四一年被人炸 他的黃文化政策 主要目的不是想教好你台灣人 正所謂 歸信到信民 就是想要你們這個黃文化政策 想要好像現在洗腦的國民教育 然後推這些人出去 打仗 為大人捧帝國捐缺 為大人捧帝國打仗 他要做民兵 但是 告訴你台灣人很禮貌 是因為台灣的教育 有三個字 是不斷灌輸教他們 三個詞語的 第一個 謝謝 第二個對不起 第三個 錢 所以他們現在開口 賣口 什麼事都會 錢 錢 然後做錯事 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 其實台灣 台灣 聽不明白 你說話都會說對不起 每個人都會這樣 這個原因 是因為 國民政府 降伏之後 你降伏之後 在這70年裡面的教育裡面 出來的結果 特別就是 以中華文化的教育 就是在1966年推行的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待會我們會講孔子的時候 都會提到這件事 有些人 我覺得 看了太多自由時報 三文治吃太多 三文治 吃太多 太多 都放下肚子了 以為去過兩次野市 吃過幾個蚵仔煎 就是我們金句 吃了兩塊鳳梨酥 吃了兩碗牛肉麵 其實台灣和日本 是有過曾經歷史上的關係 我不敢說 日本人在台灣沒有做過任何貢獻 在工業上是有 將農業轉型到工業是有 但是 如果你說這個教育上 不好意思 台灣人的禮貌真的不關日本人事 真的不關日本人事 跟光復有關 你今天見到台灣人的禮貌 你覺得台灣人有禮貌 很純良 覺得台灣人很友善 這個全是因為 在1945年的10月25日 台灣光復之後 國民政府給台灣人的教育 對 對 所以不知道的人就是想吹這件事 那些是微日派 微日 親日 就是 好像那些綠椎 聞到 嘔嘔嘔 出來的嘔嘔 都特別覺得香 喝黃泥水都是甜的 這個就是盲目 所以我覺得 我不敢說 日本人沒有做過好事 在台灣 但是如果你說台灣的禮貌 跟日本人有關 剛才都告訴你 完全不是 麻煩你用歷史去看這件事 歷史去判斷這件事 日本在台灣做的事 其實都是為了他自己的工業基礎做的事 座營軍港 又是放戰艦的 你那個人 又是種田航 都是給工業金 他所有東西都是 工業 為了工業 種謝 種米 即是糖業的發展 是因為日本的需求 促使到他要做這個行動 原本用一個低技術的造塘 去改造工業式的造塘方式 這是因為日本的需要 另外 我要塘 我要米 鋸一些千年大樹 我要建房子 我要建神社 我要做鳥居 即是好像有高沙義勇軍 其實都是一些原住民給日本錢 我要一些人夠好打 好洗 又不用錢 森林戰 森林戰 就推了這些高沙族的人 去打這些戰 去緬甸那邊 日本人不熟從林的東西 因為他們不夠熟 不夠熟 他們在那裡走來走去 怎樣吃 德國人有沒有毒 他們不知道 他要靠山地人的知識 在爪娃 在澳洲那些地方 即是南亞那些 從林那些地方 所以就說 日本人不是沒有做過好事 但如果這件事裡面來說 我覺得大家要用歷史去看這件事 稍後我們會再 稍後下來的下一節 我們會繼續講有關孔子 孔子對台灣的影響 以及孔子的傳承的正統 是中華正統的孔子道統 在台灣裡面 稍後下一節下來 我們會繼續講這件事 我們先聽完首歌 先聽完首歌 我們就 迎節 我們其實準備了一首叫 台灣光復紀念歌 台灣光復紀念歌 這首歌其實都是一個很快樂 將燈結彩喜揚揚 大家不能忘記這一天的事情 在以前的台灣 大家對光復節 大家都是開心的 現在被綠營搞到民族撕裂 經常講族群關係 連蔡英文都說自己 又說自己有山地人血統 然後又說自己是客家妹 轉頭說自己是敏南人 他有什麼帽子呢 混云種 他差了還沒說自己是外省人 不行 這是原罪來的 所以 我都不懂得說他 我們就聽完首歌 就回應一下節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海外的人 對於支持中華民國 或中華民國裡面的節日 可能我們比我們熱烈在台灣 這個絕對是 我們今天將這首歌 送給香港的朋友 江復節紀念歌 許歌麻煩